曾經華跟向傑如這兩對情侶 然後在被封願的當下 有一個被割開在陽台上面的對話 我就說我希望拍早上五點的 天亮前的那個藍色的光 這件事情就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在第一個take中間就下雨了 老天爺給我們下的雨 直播就是也是一種非常強烈的暗示 他就在那句該哭的時候 然後十秒之內那個雨從舞到有 啪 然後把兩張演員給淋濕 然後我也沒喊咖 然後演員也沒停 我們就把這個戲給拍到了 對我來說我那個當下就知道 這場戲就該長這個樣子 我覺得其實很重要一點是 這個角色跟那個演員當下的生命狀態 有沒有辦法產生共鳴 柏傑正好在一個相當穩的狀態 但是我反而是要用他這東西去做下陣這個角色 下陣這個角色其實我們都戲稱他是下歪 他產生一種很有趣的拉扯跟辯證的狀態 他變成一個比較像人 就是我心裡面有一個我向往的光明 但是我表現在外在的東西其實相對讓你覺得這個人怎麼這樣子 我覺得鏡華在他的人生狀態裡面二十多歲 然後他在面對的事情就比較不穩定一點點 就是不管是哪一方面都有點不穩定 還是在try 我到底要到哪裡去 就這種狀態 泰河這角色其實 好像很光明 但是實際上他內心有一個很黑的東西在哪裡 他有一個傷痛在哪裡 這些角色其實自己生命狀態帶進來 這些角色裡面 他變得一個很有趣很有人味的東西 因為基本上他是一個二十年前的故事 所以新的醫院就不可能去做 然後再來因為整個戲都是發生在一個醫院裡面 那在運作中的醫院也不太可能 最後挖到了嘉義的長庚跟台中的舊塵經醫院 但是因為那都是空的 就是說人家已經廢掉的一個大樓 基本上就是全空 其他的陳設就是全部我們自己要來 所以其實在美術這邊 就花了非常非常大量的製景費用 然後我們去讓這些每一個場景裡面 都有我們美術組的陳設 包含所有的一些招牌 以及那個就是譬如說櫃台 醫療櫃台 還有所有的醫療器具 這些東西讓他有一個系統化的統一 所以在從這個醫院 跳到下一個醫院的過程當中 你會有一些被暗示說他其實是同一個醫院的設計 曾經華跟向傑如這兩對情侶 然後在被封願的當下 有一個被隔開在陽台上面的對話 我說我希望拍早上五點的天亮前的那個藍色的光 這件事情就搞死大家 因為我們在第一個take中間就下雨了 老天爺給我們下的雨珠 我覺得也是一種非常強烈的暗示 他就在那一句該哭的時候 然後十秒之內那個雨從舞到有 然後把兩張演員給淋濕 然後我也沒喊咖 然後演員也沒停 我們就把這個戲給拍到了 對我來說我那個當下就知道 這場戲就該長這個樣子 好像把大家關在一起 醫院根本是病毒培養名耶 我會一直一直陪著你 你不會是一個人 我想要跟以前一樣